据《环球时报》等多家媒体报道,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,对近年来编造虚假信息,抹黑攻击大陆的五名台湾名嘴,黄世聪、李正浩、王一传、于北辰、刘宝杰等人及其家属实施惩戒。 消息已出,岛内立即炸锅,被点到名的五个名嘴都出来表演了,有扮勇士的,有装悲情的,估计他们三千块新台币的通告费,有机会涨一涨。 承接这几个小丑,大陆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杀鸡儆猴,陈兵华还提到一段话,对那些涉毒严刑恶劣、谋毒活动猖獗的顽固分子,国家将出台法律措施,依法严厉打击分裂国家。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行为,这段话倒内媒体将它藏了起来,因为有的人会害怕。 这段话意味着,接下来将有对应的法律,加以成熟双面人。双面人是我们生物统绝的现象,台湾地区有的人,一边跟台独势力唱贺,一边来大陆捞金赚钱,这种双面人我们已经见过不少,相当恶行。 但以前往往是靠大陆网友扒皮,让其献出原形,才能制止其在大陆捞金。 而那些将他们请到大陆表演、拍戏、讲演的公司,却总是安然无恙。 前两天某地音乐节,不是还闹过这类风波,设施的台湾甜性女歌星,最终在网友们的抵制下,灰溜溜地宣布退出音乐节。 但这类问题老是依靠网友的火眼睛睛也不是办法,出台相关法律,才能真正杜绝双面人现象。 除让双面人付出代价,也必须让那些唯利是图的邀请方付出代价,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。 所以说这次有针对性的打击五个名嘴,只是一个开始,等赖清德上来,大锤还在后面。 这些跳梁小丑长期在台湾省电视节目里编造谣言,诋毁祖国大陆的一切。 他们嘴里的大陆永远是这样的,大陆人民吃不起茶叶蛋。 北方人取暖药靠烧门窗,南方人围观别人吃泡面,茯林榨菜是奢侈品,借酒浇愁是大陆人的日常, 田鼠是农村的充足食品,大陆房子是土做的,大米是三地打印的,高铁是没有靠背的, 长沙夜市都是群众演员等等,天雷滚滚,以上有不少是老梗,被大陆网友调侃了很久。 这些名嘴为何成了歪嘴?难道他们真的不了解大陆吗? 并非如此,有的人甚至还来过大陆捞金。 2011年炮制茶叶蛋鬼话的高志斌,就是这种双面人,他曾被包装为鸡汤大师,成功学教授多次来大陆讲课赚钱。 高志斌完全知道大陆的基本生活水平和建设发展,但他在上台湾节目时,就要编造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的鬼话。 作为一名公众人物,说过做过皆有痕迹,2013年之后,在网友们抵制下,他的大陆捞金之路被切断了。 虽然作为老名嘴,高志斌不在此次名单之列,但名单中的那几位比起他来,则是有过之耳无不及。 高志斌或许是享用谎言,迎合一下台湾观众虚幻的优越感。 而黄世聪这帮人,则是将抹黑大陆当饭吃,他们不只是为了三千新台币,而去节目中办支账。 实际上他们很可能就是台湾新战部队成员,属于政战局,也就是情治机构。 2019年,台政战局长黄开森在接受询问时,曾表示台湾情治部门对大陆发动新战从未停止过。 什么是新战?就是认知战、工薪战、心理战。 手段包括舆论策划、议题制造、心理暗示、文化渗透、媒体响应等等。 目标摧毁大陆民众信心,撕裂大陆社会,让大陆成为一盘散沙,让台湾地区民众充满优越感和自信心。 这是两奖时代的新战材料带,然后相关小组根据上面内容去制作相关物品,比如用空飘气球飞入大陆沿海。 而新战部队最主要的作战对象并不是大陆,而是岛内民众,以确保让他们永远活在信息检防之中。 虽然时间已过去几十年,新战技术和平台都有了极大改变,但新战部队基本任务并没有改变,而且还多了一项任务,配合台独势力。 像名单上的与北辰说过,假如大陆发射一枚飞弹,台湾发射三枚天空飞弹拦截,天空一发的拦截度是70%,那三发拦截度就是210%,怎么会拦不到? 愣着干嘛?大家鼓掌啊,一个千年不遇的智障上电视了,而这种弱智言论就是说给台湾民众听的,要让他们相信台湾防御固若金汤。 刘宝洁是主持人,前些年还没这么疯狂,在节目上主要是一揍一捧,经常大呼小叫,表情真挚,声音洪亮,三番四斗,笑过失足,但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政治谣言编造者, 估计是被政战局收编了,李正浩这种货色本就是三姓家奴,一会是国民党青年团执行长,一会是民进党站台人,一会是无党派的极度,一会又是郭老板的马仔,只要给钱,他什么都肯干? 他还曾用偷拍的不雅视频勒索过前女友,十足人渣一个,但照样上节目,王毅川是民进党的下水道,什么脏货都接,当过台中市交通局局长,而他的成名作是说大陆高铁没有靠背,这种人居然是管交通的。 换句话说,如果这帮人背后不是站着政战局,就不可能得到如此多的媒体资源,虽然在我们眼中,这些名嘴只是用来姐们的消除,但台湾民众在这种舆论环境下,又如何看得见境外的风景? 他们要用信息检防,让乡民们自豪于101大楼,是村里最高的楼,陶醉于台湾的机场,捷运,2019年有台湾学生来广州,开口就问你们大陆有地铁吗?你们大陆有无线网络吗?你们大陆有珍珠奶茶吗? 而台南的乡亲至今还有人以为大陆人试穿古装的,把井盖焊死,这些歪嘴们功不可没,现在被大陆惩戒后,他们在大谈言论自由,仿佛只要顶着言论,自由这块牌子,哪怕是胡言乱语,哪怕是造谣诋毁,都是可以容许的,毫无羞耻感可言,这就是岛内舆论场现状,不学无数,谎话连篇的名嘴才能得到资源。 但台湾省真的有言论自由吗?极少数正常的电视节目则要被封杀,不只是封杀嘉宾,而是整个电视台被封杀,不许任何人对大陆有正面的评论,在录音掌控媒体资源之后,我是中国人成了禁词,这就是他们嘴里的言论自由,这五人被惩戒,大陆方面肯定是对他们摸过底的,惩戒范围不只是个人,还包括其家属, 他们在大陆赚钱是不可能了,还有港澳地区,再加上中国大陆日益提升的全球影响力,他们和他们的家属,在东南亚等地做生意,恐怕都会受到影响。 我们欢迎两岸交流,但绝不能让歪嘴和双面人在大陆有牟利空间,有些账总归是要算的,要让那些肆无忌惮诋毁祖国,抹黑祖国,配合台独势力的人,必须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。 台湾岛内已被反中、黑中、剧中言论死死的笼罩着,教育界、文化界、娱乐界、媒体界皆是如此,天天散发出政治恶丑,而大陆在做什么? 嫦娥六号处征月球,福建舰航母连续还是,北斗导航系统已经足忘了,台湾有什么刻脚,便当、凤梨酥、客载面线、珍珠奶茶、心灵女性,景里什么都有,但就是没有未来,连镇道支宝台机电都快被美国人搬走了。 为了台湾的未来,不解放宝岛行吗?惩戒这些名嘴,就是在帮台湾民众打开井盖,让阳光照射进来,阳光之下,一切吃美王两回飞烟灭。